欢迎观看到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 怪我 大家好 大家别担心 我没有kega 大家知道吗 怪我这两个字在汉语和日语里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日语的怪我汉语说受伤 而在汉语里怪我是 是我不好的意思 像这样的单词很多 学习汉语的时候要注意 这样的单词很有意思 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很容易混淆 比如走 新闻 经理 爱人 妻子 勉强 等等 日语和汉语的汉字一样 可意思完全不一样 不过当你的汉语到达一定水平以后 可以用这样的单词来跟你的老师或同学来开开玩笑哦 再见